小李是一名A型穴的中年男子 小李的父亲也是A型穴 小李的父亲在60岁那年突然中风 从此半身不随 生活不能自理 小李很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命运 小李开始关注自己的血压 血糖等指标 小李也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少吃多冻戒烟腺 9.血型可能也是影响你中风风险的一个因素 A型穴的人在60岁前中风的 风险比其他血型的人更高 这是为什么呢 血型和中风有什么关系呢 A型穴的人更易中风 中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 它是由于脑部血管堵塞或破裂 导致脑部缺血或出血而引起的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根据发病年龄的不同 中风可以分为早发性中风和晚发性中风 早发性中风通常与遗传因素 基因变异 先天性心脏病等有关 而晚发性中风则与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吸烟 饮酒等生活方式因素有关 血型又是如何影响中风风险的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 早在上个世纪 就有一些研究提示了不同的血型与某些心脑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A型血的人更容易患上关心病 心肌梗死和动脉硬化 B型血的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 而B型血的人更容易患上静脉栓色 O型血的人则相对较低 这些相关性并不意味住因果关系 并不是说你的血型就决定了你一定会的某种疾病 而是说你的血型可能会影响你患某种疾病的几率 而这种影响又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 比如你的年龄 性别 遗传等 所以即使你是A型血 也不必过于担心自己会中风 只要你注意控制其他危险因素 并及时检查和治疗 为什么A型血会增加早发性中风的风险呢 在《神经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的大规模研究 他对48项关于遗传和缺血性中风的过往研究进行了汇翠分析 总结了近1万7千名中风患者和近60万名从未经历过中风的健康对照人群的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早发性中风患者中A型血的人比例较高 而O型血的人比例较低 在考虑了性别和其他因素后 A型血的人患早发性中风的风险比其他血型的人高16% 而O型血的人在60岁之前患上中风的风险则比其他血型的人低12%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参与者的遗传信息 发现早发性中风与一个染色体区域有关 这个染色体区域中包含了决定Obo血型的基因 Obo血型是根据人的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抗原和抗原B 而将血液分成四种血型 红细胞表面只有抗原A则为A型血 只有抗原B则为B型血 同时存在和B抗原则为AB型血 而O型血个体的红细胞表面既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 这些不同的抗原可能会影响凝血因子 血小板和血管内皮细胞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物质 从而增加或降低中风的风险 它只涉及缺血性中风而没有考虑出血性中风 它只分析了Obo血型系统 而没有考虑其他可能影响中风风险的血型系统 它只是发现了一种相关性并没有证明一种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A型血就一定会导致早发性中风 而是说A型血可能是早发性中风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这项研究并不意味住A型血的人就要过于担心自己会中风 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筛查或医学测试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控制其他危险因素 并及时就医治疗 如何预防和治疗中风 既然我们知道了不同的血型可能会影响我们中风的几率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中风呢 其实无论你是什么血型 预防和治疗中风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方法 预防总比治疗好 预防中风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等易引发脑血管疾病的慢性病 这些慢性病都会导致动脉硬化 动脉周样斑块形成 动脉狭窄或堵塞等问题 从而增加脑部缺氧或出血的可能性 定期检查血压 血脂 血糖等指标 如果发现异常 要及时服用药物 并遵医嘱调整剂量和用法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暴饮暴食 熬夜等不良行为 多吃新鲜蔬果 粗粮 豆制品等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少吃不利于血管健康的食物 增加适量的运动 每天至少保持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血压 减少血栓形成的可能性 减轻心理压力 保持良好的心态 避免过度焦虑 抑郁 愤怒等负面情绪 多参与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可以缓解心理压力 降低应激激素的分泌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治疗中风 对于缺血性中风 如果在发病后4.5小时内就医 并且没有出血倾向或者其他禁忌症 可以给予溶栓治疗 以尽快溶解阻塞的血栓 恢复脑部的血流 如果溶栓治疗无效或者不能进行 可以考虑进行机械取栓治疗 以直接从血管内取出血栓 还要给予抗凝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等辅助治疗 以防止再次发生中风或者减轻脑损伤 对于出血性中风 如果出血量较大或者压迫了重要的脑结构 导致神经功能严重受损或者危及生命 可以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开炉清除血肿 放置引流管等 以减轻炉内压防止脑水肿或者脑膳 如果出血量较小或者位置较深 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以控制出血的扩散减少脑损伤 此外还要给予神经保护治疗 营养支持治疗等辅助治疗 以促进脑功能的恢复和改善 如何识别中风的征兆 中风是一种突发性的疾病 很多时候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先兆或者预警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 或者轻微的中风症状 这些症状通常会在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内消失 这就是所谓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一种轻微的中风 它是由于脑部血管暂时性的堵塞或者缺血 引起的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虽然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 但是它是一种重要的中风预警信号 所以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以下任何一种 或者多种TAA的症状 要立即就医并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常见症状有 突然出现的面部歪斜或者表情僵硬 肢体无力或者麻木 语言障碍或者口齿不清 视力模糊或者失明 出现的平衡失调或者行走困难 尤其是A型血的人在60岁前中风的风险比其他血型的人更高 这是由于A型血的人的红细胞表面有一种特殊的抗原 这种抗原可能会影响凝血因子 血小板和血管内皮细胞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物质 从而增加中风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A型血的人就一定会中风 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筛查或医学测试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控制其他危险因素并及时就医治疗 无论你是什么血型 预防和治疗中风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方法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加适量的运动 减轻心理压力 您是什么血型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和大家留言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